我個人是不大同意整形 除非是真的很偏差 真的很偏差 要不然一般來說比較輕易去整形 第一個花錢第二個有風險 就變得不像你了是不是 或許你可以去微整貼個睫毛 塗個指甲都還可以 然後 然後擦一點保養品化妝品那還可以 都可以造型稍微改善 另一個人講過外表 他說你的那個先好基本的是無法改變 但是有些人有時候就比較胖也沒辦法 你硬要瘦的話可能會有不測的風險 突然瘦下來就很可怕 身材怎麼樣也是固定的 也不要說一定要怎麼樣 這也是我常跟我女兒講的 女人最重要是魅力 女人最重要是魅力 那種獨特的魅力 可以吸引一些男生 我女兒也沒有聽過 我女兒也沒有聽過 小孩聽證女話 那那個 那那個 我是說 電靈君有講 外表有很多東西 你的長相如何改變 可是你可以改什麼 你有些東西你可以操作在自己手中 你要洗澡吧 就是 不要弄得臭臭的很噁心耶 頭也要洗吧 是不是 很多女生其實不怎麼洗頭 經過我旁邊我都趕快停成呼吸 男的也一样,男的也一样,男女都一样 不大重视洗口,但有些会一定要洗,像我一定要洗我 头部洗油油的痒痒,很多人都不大洗口 所以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清洁 人的本质无法改变,但起码第一个 清洁要注意一下,个人的清洁、卫生 衣服也一样,衣服要合体,衣着要合体 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 很重要不要飙心烈意,也不要不修编绘 特别男生,一些细微的指甲、鼻毛、头发都要修剪下 外表也是一样,外表 衣容 还有衣容 没叫你说一定要整形要干嘛 弄得精欲其外的样子,是不是 不要这样子 应该说整形除非,一般来说整形医师本来的话是 烧烫伤,外伤,车祸都严重的话,需要整形 但后来因为现在都流行,每个都是整形 对不对 但我的观念,我自己的看法 包括我已经跟我女儿说,我女儿说要去整 要整这个,整这个,我一定有头皮之八嘛 是不是 或许你去割个双眼皮还可以,销手术 做得大的话就有风险,而且似乎不必要 这个,我这样成功我女儿这样讲 他好像也不准要在皮的样子 女人最重要是要有魅力就是 你知道吧 最重要是有魅力 但怎么做个有魅力的女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的 是不是 那基本上不然有魅力 你起码做到清洁,衣服要得体 还有医荣要注入底下 就是,固然有时候有些场合你化个淡妆也可以 固然不用妆妆骗魂 做什么东西过有不几种大法 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些 一些看法有点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什么 这个,就是说你接着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你自己有什么限制 自己要了解 那你如果去设计自己的人生 就是依据着我们 我们马斯洛的 这个可以再写一下 马斯洛的层级需求 马斯洛的层级需求 记住这个东西 第一个是生理的 安全 第三个 社会 归属 受尊重 你希望给人家尊敬 第五个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这两个是一样的 你过个有意义的人生 可以含笑九泉 是不是 生命最后天来临的时候 你觉得 这个每个人的意义 都不一样 所以接着第一阶段 如果没有限制的话 你就可以充分去追求自己有意义的人生 你有意义的人生 不是环游世界那么简单 或许你可以说 你想环游世界看一看 这是一个阶段 它不是终极问题 而且这可以容易做得到 你真的要环游世界不难 你存了 你可能到你们的时候存了一千万就可以去环游世界 到你们目前的物价来慢慢推算 它会涨 它会涨 以你们来说 存了一千万就可以环游世界 所以环游世界不是很难的事情 那 甚至有个大房子也都不见得是很难的 看大房子买在哪里 首先大房子要买在哪里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天晚上 我妹妹跟我妹夫 请我们去 带着我跟我妈妈 去南港那边的重画区 有一家 星月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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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聚 还是雅聚 东西还不错吃 但是那个重画区那边的房子 全部都豪宅 豪宅特色是有个围墙 有围墙 然后很高 然后都暗暗的 深咖啡色 在晚上看起来都暗暗 然后有警卫 门庭都很大 那真的如果你的机遇够好 你的机遇够好 人生掌握到一波的话 要住豪宅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想一想 死亡 那孤独是对应了什么东西 你的孤独 你的孤独 人怕孤独 孤独 孤独其实跟自由一样 都会对应到这些需求 社会啦 尊重啦 是不是 其实说句实在话 你如果连生理需求都很足不要 你一直在 你不是 你没什么自己的空间 自由你可以把它解读为自己的空间 自由你可以把它解读为自己的空间 知道吗 自由可以解读为自己的空间 是这样的 但它原著上讨论很多 但我把简单的归纳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这我们可以了解吗 所以呀 你在这个 期末的时候 我希望看到的 再复习一下 第一没有限制的时候 第一个阶段没有限制 没有那些限制 我希望你的回答是 我们自己的终极目标 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要过 也就是说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要过 也就是说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要过 也就是说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你就要考虑你的限制 然后该如何规划 然后该如何规划 限制下 我们如何规划 我们要怎么规划 比如说 头脑不好 或是没有 其实没有人说真的头脑不好 那种只是说 那种只是说 你可能在读书 在数学上 在数学上 便没有优势 或是说在英文上没有优势 或在语言认知上没有优势 是不是 没有说真的头脑不好 应该说 你自己的那个比较利益人生 你的比较利益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做一些 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事 那不是自己专长要怎么办 不是说就放得不管 像英文不好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我上次看那个 很早以前的商业周刊讲 有个拍行的 拍行的就是有两种专长 他把英文做好 后来他去海外做NGO 他去做海外制播 做做英文变好了 因为非要讲英文不可爱 NGO 海外的制播 非要讲英文不可爱 那英文变好之后 忽然变成有信心 他就去 他就去后来应征到一家公司 他去印尼的那个 就是住在印尼的那个住场 他们印尼有设 很多台商印尼的设厂 他去印尼 他印尼就学印尼话 他没有偷过怀疑太麻烦了 然后放假的时候 人家住完 他去印尼乡下 找那些欧巴桑讲的印尼话 超道地的 你知道吗 有这种的 所以 这个限制怎么样 是要扑破 这代诚是以前 我听他演讲 讲过你朋友 要扑破不要看破 要扑破 这代诚是代老师 我在9月28号的时候 参加他的联系 听他演讲 不要看破 也跟各位分享 好不好 这也跟各位分析 好的 非常好 这边